加封 祖德和福报 有什么关系呢 看似好像三个完全不一样 实际上 一环扣一环 都是一个顺次地阶 是一个包含容阔的 首先说这个加封 现代人很少讲 都是落入无形 以前那大家族几代同堂 最起码小的家族 它是大家都住在一起 多数呢还都有这个族谱 这才叫一家人 一家人 它出去 你这个人 就代表了你这一家的 一个成体 它就代表了 不代表也代表 你到国外 你就代表你是中国人 它就是这样 你说人是有色眼光 我是独立个体 实际上 你的所作所为 你传承的这些内在的基因 一定是有父母的影子 有祖辈的影子 所以你的言行举止在外 那么 就代表了 你的这个人的品性 代表了你们家 家风如何 家教如何 那么这个问题 我们也会具体再说 还有祖德 实际上这个祖德 我们听起来 好像 比较的 玄妙一点 玄奥一点 也象征着家风 影响 会有 但是它 是从看不见的一方面 就是你祖上记得 祖辈 人品性好 做了很多善事 多指这一方面 那么祖辈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动辄讲 那个 初五福 尤其越近的 三代以内的 什么直系 越近的 跟你影响越大 它的基因 这个里面非常科学了 我们用现代的来讲 就是基因学 你传承父母的 各二分之一 那么父亲 传爷爷奶奶的 各二分之一 他这个组合 有的阴 有的阳 凸显出来 不一样 但是 也都归属于 这二分之一里面 所以相对来说 你这边 传了父母 没问题 上面 就是爷爷奶奶 老老爷 各四分之一 那把这个一人 一个人分成了四分 综合起来 到最后就是你 你说 没有变化 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差别很大 它是那种 排列组合的问题 你八个字 人的生辰 你排出来 你差一个字 说句不一样 这个结构都不一样 这个物种就不一样 但是 你还是他们的延续 进入退职 你的这个基因 这个频率 我们讲这个量子 纠缠 波动 一融 俱融 一损 俱损 就是你这个 ABCD这个基因 比如说你A 这方面我发扬了 我突出了 那么A是父亲传过来的 那就是父亲这边 就兴隆 就忘了 他会无形当中 就有一种影响 那么同样道理 反过来 如果祖上能量大 那么相对就传到你这 然后 这个福报 这个福报呢 又比较的更笼统一点 通常讲我们 这是个人的福报 个人的福报 又分为两方面 一个是 这辈子你所做的事情 还有就是 曾经 遗留下来的 个人 累生累世 做基的 因 中了因 他就要结果 到了因缘俱合的时候 就要结果 那么 这个时候 就在 洋室 我们看得见了 我们人间都是一种 相对的 有形的世界 尤其现在的 认知是这样 无形的 很多都忽视了 所谓玄学 所谓什么 就是从无形 到有形 从看不见 到 像中 参天大树 从地底下 那 这个树 结成果 一开始 我们也看不见 这个种子 也会慢慢解释 这就是 从 初 到中 的一个 从天 在天成像 到在地成形 有一个变化 在这个期间 还可以左右 如果到了最后 已经来不及了 就是说上亿之未必 到最后 已经定局定数了 那那个 其中的变数 你没有把握 你不以为然 那就来不及了 那就下一次了 从今天开始 我为以后 我为子孙 有人说了 我们子孙 这个祖辈 也有影响 他们影响我 我影响他 几辈之内 你即使入了 坟墓 也会有相当于 到持线的影响 它会有 我们这个 八字学里面 讲这个 就有 十二掌声 掌声为关在灵关 帝王衰病 死牧卷 从牧 牧这个时候 还有气 你就入了坟墓了 你这个气还在 你还能 这个气 自己的已经吐出去了 但是一段时间之内 你还对后代有影响 实际上自己也有影响 那个时候 三个痕了 其中一个被压在 这个手末 与伸在一起 一段时间 等上面审判完了 下面 关押完了 一起 再重回到 人间和其他地方 所以这个福报 个人的 跟家族的 两方面影响你 这个一家人 我们现在 往往在乎个体 一家人很重要 中国尤其 很懂这些 把家族也当为 如讲 都是讲 你先从近到远 慢慢来 一下那么远 你做不到啊 你就 感觉无处着力 感觉这个社会 你真的到那种 大爱的时候 时代 也会有 那么我们共产 主义 对不对 人还达不到 那个境界 相反古代 这种公天下 一些朝代 好的帝王 也会有 那才就真的 好 那么个人呢 叫个业 家庭呢 这叫共业 因为你没有 相同的频率 所以同时来到 这个世界 这就 交集了 这个个与共的问题 我们后面还会再尝试 先这样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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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出品